烟麦片葱油大饼 首先准备麦片 麦片要选快熟的麦片 我准备了一个cup 杏仁奶 你可以用牛奶或者其他的液体 也是一个cup 先浸泡10-15分钟 泡软以后再用勺子 把麦片压一压 让它变得更碎一些 一会儿好成型 我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营养成分 比如说亚麻糬粉 还有烤熟的芝麻 黑的白的都行 再放一些葱花 就像葱油饼一样的香气 这些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添加一些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 两个鸡蛋 两个搭好的鸡蛋 大饼最后能够成型是靠着两个鸡蛋 开始加调味料 用一个小号的不粘锅 这个饼因为麦片没有面筋 我们要煎成厚饼 不是薄饼 先把油烧热一下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转成小火 记得一定要小火 不然煎不好 现在用一个盖子给盖起来 这样热气不会上出去 它的中间会更快的熟透凝固 做这个需要耐心 一定要小火 让它慢慢的热透 如果大火的话 底下焦了 中间还没透 我们就翻不了面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我刚刚大约是五六分钟了 因为只要你坚持保持最小的火 就没有问题 好 现在你可以看这个边缘已经 熟了 给它 你看 摇一下 这时候给它翻一面 很容易 因为我们的锅小 锅大的话翻不过来 你就得先倒到一个盘子里 再倒口过来 再放下去 让它再煎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始终是最小的火 有一个特点 这时候它会鼓起来 它会松起来 整个是会松起来 就把它煎透就行了 我现在再给它翻过来看一下 哇 漂亮 用刀来测试一下 中间没有湿的姜都干了 一般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放心 咱们再利用余热加盖焖一会 好 这个出来了 你看它都有一点开始开裂出来 爆裂出来 那说明它里面就透了 现在给它 哇 很漂亮的一个麦片饼 这是有很多营养成分的大饼 麦片 亚麻子 芝麻 姜黄粉 都是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食材 好 我们现在呢 增加一点味道 尤其是你要让小朋友吃的话 可能需要加一点 这个蛋黄酱 蛋黄酱是日式的这种最好吃 就有一个小朋友这种手沾了这个牌子 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小朋友可以用番茄沙丝 但是我们大人是用辣 湿辣茶 湿辣茶 对对对 大人是用湿辣茶 然后柴鱼片啊什么这些 还有海苔呀 有味道的那个海苔呀 你可以搞成日式的这种味口味 好 这下来一点生菜 我放的是阿罗格兰 妹妹 妈妈给你个优格 冰的啊 妈妈咬 冰冰就这样吞下去啊 妈妈太小口了